潘子環保站 黃太太帶著中風的兒子 來育佛 對媽媽長久以來的感謝 終於鼓起勇氣說出來 同時潘子觀音講堂 四位法師也來觀摩 讚嘆這一次的全球線上育佛 而在健行環保站 大家克服萬難參加 98歲老菩薩家人參伏著禮佛 大病出獄的志工林明翰 兒子陪伴出席 還有的錯過公車 堅持走路一小時也要來 走路過來 我們這個健行環保站 來這裡癒佛 難得一年一次 非常歡喜 從門口走進來以後 就覺得一直歡喜 歡喜到結束 東區環保教育站志工 把握機會教學 讓大眾育佛之餘也能學一道涼拌蔬食 黑木啊 白木啊 紅蘿蔔 小番茄 還有蘋果 鳳梨 小黃瓜 大家回去又可以很輕便地來做 疫情影響 欲否規模縮小 但志工們提前作業 有的準備受討與眾結緣 有的丈量社交距離 還有的提供次律酸水噴灑系統 眾人之力成就活動 帶來新聞中部綜合報導